現在來教大家如何用Footpanda訂餐 第一次使用Footpanda要從那個App Store這邊進來 搜尋欄這邊打Footpanda 等一下搜尋 有一個熊貓的圖案這個 按下載它就開始了 要稍微等一下因為我加這邊網路比較慢一點 下載好就這邊打開暗示啊 然後它這個上面寫說是不是可以搜尋位置 就是你住的位置啊 然後你這邊按許可就好 然後這邊按旅許位置 好那都是我的位置 然後這邊有一個搜尋餐廳 搜尋餐廳在這邊 點一下 這附近有很多東西可以吃啊 什麼漢堡啊 鍋貼啊 還有什麼蘆味啊 我們隨便點一個 這邊什麼上庫毛蘆 點進去 一大堆 麻辣、牛肉啊 雞肉 老豬 火鍋 隨便點一個好了 然後它又隨便什麼辣 不知道就微辣還是什麼 它麵有什麼麵 Q拉麵 就是照你的喜好去點啊 你要吃豬還是 雞還是 麻辣鴨血 它這邊有一個備註 看是要什麼東西不要加的 你就把它放寫在這裡面 然後 OK你就加到購物車 好 你東西點好你就去點這個下面 170這個購物車 購物車上面有多少錢 你剛剛點的東西這170塊嘛 那它有一個服務費29 所以是199元 阿聯絡資料你就自己打 看你要送到哪裡 地址 送餐時間大概35分鐘 阿付款它有兩種 一個是信用卡 或是貨到付款 大部分用貨到付款就好 然後按下去就 東西就會 就會送到你 就開始了 訂單就會完成 大概是這樣子 謝謝大家收看